好,那我們去到C這題目,我們在B計算的數字是比實際的Value更大 要給你一個Reason,以及Explain,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呢 其實看一條公式,現在B計算的數字比實際Value更大 即是右邊的Energy、Mass和ΔT是同一個S實驗,我們在計算上拿出來的 是一個Experimental的數據,即是這堆數據可能是Energy大了 或者是Mass小了,或者是ΔT小了,會導致我們計算出來的時候,C是大了 其實呢,很簡單,想想一下,Energy會不會大了呢 其實你想想一下,現在我的Jometer,我給了一個100J的能量 我給了這個Metal,但當中,假設它有部份的Energy是有Energy Loss 如果它的部份Energy,它Energy Loss了,例如是10J的Energy 是Energy Loss了,即是剩下了,其實實際上這個Metal只有90J 收了,對吧? 但是,想一下,我們計算的時候,我們是用什麼數字來計算呢? 我們是用這個Jometer,即是你的Energy Supply by Heater 12300J這個計算的,即是我們用這個100J來計算的,對吧? 我們不是用90J,但實際上來說,它在吸收90J的能量 但是,我們計算用100J,所以我們就會計算多了 所以,其實最主要的原因,CPART其實就是什麼呢? Energy Loss Energy Loss是什麼? To Surrounding 基本上,很多題目,關於什麼 數字上有誤差的,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回答Energy Loss To Surrounding,就沒有死的 很多時候都是,很多時候記住 有時候題目不是因為Energy Loss而定 OK? 所以,如果你看到這個題目,我們就向這條方向想 基本上,很多時候,它的方法都會寫Energy Loss To Surrounding 都會有分 OK? 再看看,剛剛都說過了 如果答場題目,它有個分數顯示你三分 只有幾個項目? 有三個項目 第一個項目,我們已經說了,Energy Loss To Surrounding 對吧? 我們知道我做了什麼呢? 其實還有一些分數已經告訴你 就是什麼? 你要解釋一下 為什麼這個Energy Loss To Surrounding 會導致它這個數字大了 對吧? 為什麼呢? 其實這個是很簡單的 其實就是剛剛我所說的 就是,因為我們計算的時候 用Energy Supply的數字去計算 對吧? 其實這個解釋的方法就是什麼? 那個Energy Supply 大那個的 Hitter 其實它是大過 那個 Energy Supply 就是剛剛我說的 Energy Supply 那它大概的數字到時候我計算方法又錯誤 OK? 所以,其實就是這樣拿到這些分數 OK? 好了,那我們去到下面了 去到D 然後D Part D Part 它就說 啊,現在要你給兩個的improvement 給兩個improvement 去increase accuracy OK? increase accuracy 那那個accuracy 怎麼去增加呢? 其實,在Hit這個問題 我告訴你,這條是要記的 要記的 那,我相信如果有些很近的角色已經記了 那,有什麼方法? 在這個實驗來說,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 其實就是 用一些棉 去包住它 OK? 寄了它 麻煩你了 寄了它 Surrounding with the cotton wool 然後,那第二個 還有什麼呢? 其實,這個就是 在這個heater 這個位置 在這個heater 這個位置 加些油 那為什麼加些油下去呢? 就是 improve 他們這個heater 和這個metal 的接觸 所以,其實就是 Greasing Oil Greasing Hitter 或者Fermometer 都要的 我寫Hitter 沒所謂的 with Oil 增加他們的接觸 令到他們的efficiency更加高 好 OK 這個,麻煩你了 其實沒有什麼 任何解釋 這個是要背的 最後,去到這部分 要你 suggest 一個 method 去找一個 specific heat capacity 不是 suggest, sorry 以上這個方法 是否可以 用來找一個 specific heat capacity of wood 呢? 好了 我們回答這個題目之前 想想 其實 wood 和這個題目 有什麼分別? 這個題目 是一個 metal block 金屬的block 那 wood 和它有什麼分別? 其實呢 就是 conductivity 就是說什麼呢? 其實wood 是做不到的 為什麼呢? wood 是一個 poor conductivity wood 我在上面這個位置寫 wood 對比 metal來說 是一個 poor conductivity 或者我們叫做poor conductor OK of heat 那我已經解釋完了 它是不可以用這個方法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poor conductor of heat 如果之後做一些長題目 他們在問一些 類似是 顏色的 很簡單 是說什麼呢? 就是poor radiator 或者poor absorber 這一類的字眼 其實這一類就是我們在 長題目拿分的字眼 這一條主要是對比 我們這個wood 和這個metal block 它們之間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它們的quantivity 因為wood 是很難傳染的 導致到 假設heater放在wood 裡面 那氛圓的氛圓都很難 感受到它的 temperature change OK 所以這部分 我們發現 其實wood 是做不到的 好 那今天就去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好 那天 我們開始 看起來 要不要 好 就好 在一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